大家好啊 最近啊 大家都在搜索深圳梧桐山啊 就是这个深圳梧桐山搜索的热度呢 从今天早上开始啊 很多网友呢 就是非常感到惊讶啊 就是说 这是不是这个梧桐山啊 这个原因呢 是有网友啊 想要去爬山啊 因为就是路上啊 少了就是路标吧 就是爬到最后呢 就是看到一个瀑布啊 打算先就是不要往上爬了啊 先就是下来吧 结果呢 发现就是啊 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啊 只能就是说 硬着头皮经过啊 经过 感谢大家收看啊 没有订阅的呢 希望就是大家订阅一下啊 就是到了山脚下的时候呢 竟然还有就是 很多人都在那等待啊 就是说 直接网友呢 有的网友直接看到后啊 直接抑郁了啊 就是说 有人就感觉啊 就是什么年代了啊 爬个山 还有就是 很多人吧啊 有网友看到后呢 嗯 就是直言啊 就是 很多网友看到后啊 就是直言啊 就是说 已经给这个手机屏幕啊 消毒了 又有谁啊 可以给这个眼睛消毒呢啊 但是呢 很多网友啊 就是说 嗯 就是看个乐子啊 随后呢 便是忘记了啊 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是 据网上传显示啊 梧桐山 这个水库 百分之八十的 它这个水啊 是给这个 香港同胞 那边就是 流过去的啊 流过去的 嗯 这个事呢 就是说 早在很多年前啊 就是 嗯 反正这个山吧 啊 非常的大 只能说啊 嗯 很多网友就是说啊 香港那边同胞啊 就是 喝这个水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点啊 说梧桐山的这个水呢 有一部分 流入了下游的水库啊 就是还没有去爬梧桐山的呢 啊 有人建议啊 先不要去那地方啊 很多人都是迫不及待的啊 想爬这个梧桐山啊 因为就是说 下了好多天的这个雨呢 好久没有爬山了啊 大家都非常兴奋 许多人呢 一大早啊 提前来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啊 梧桐山 这种地铁站吧啊 这个集合啊 反正很多人见了 像是素未谋面的老朋友啊 莫数我拥抱啊 看上去就是说 非常的亲切吧啊 从这个山下这个地铁站呢 就是可以看到梧桐山的这个南大门啊 高大帅气颜值呢 吸引了人们去拍照合影啊 就是说 反正这个天气呢 也是非常好啊 非常棒 风和日丽吧 非常就是凉爽啊 正适合爬山的这么个好天气啊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订阅啊 反正 就是 出发不到半小时啊 一位小姐姐啊 就是说 要提前啊 不爬了啊 看来这个小姐姐 她这个平时呢 就是说爬山少啊 还得就是多锻炼锻炼啊 这个爬梧桐山的人 非常多啊 这个凌鱼道上啊 全是人 反正就是根本走不快啊 一位就是小姐姐啊 索性 就是一边爬 一边开直播啊 边走 边解说啊 她这种气场 把周围的人呢 她这个情绪 全都调动起来了 这种氛围啊 拉满 成为了这种梧桐山的一个 最亮眼的啊 人物 就是爬了一会山以后啊 大家这个肚子肯定会咕咕叫啊 大家找了一块空地呀 开始休息呀 分享午餐呀 很多就是从这个背包里啊 拿出西瓜来 翻给大家呀 这个西瓜大约是八斤多成啊 八斤左右啊 不要说这个西瓜多少钱啊 就是说这么大的西瓜 是怎么上来的啊 就是说啊 非常 每一次就是吃西瓜吧 这种 奉献吧 非常难得啊 就是出钱又出力啊 源于就是热爱吧 上面啊 这个屋是非常大的啊 相隔十多米啊 翻面不出了水是水啊 这个队伍肯定会被冲散啊 大家呢 在这个人群里啊 这个队伍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啊 就是说 就是找人 找不到啊 就是三五成群的啊 被爬回 就是爬上 往山顶上爬吧 到了这种山顶的感觉 就是类似于物理 看完话啊 想到山下的时候呢 依然会 就是找不到大队伍啊 这种 天气还早啊 不用着急 慢慢走啊 就是 各回各家啊 今天这个视频呢 差不多 会这个 画上个句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啊 谢谢大家 今天辛苦了 拜拜 拜拜